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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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读书 由功运调 也就是他擅长写诗 于璇姬原名又威 子惠兰 生于唐武宗年间 从小受到父亲栽培 五岁会读诗 七岁就会作诗 十岁就已经少有名气 唐朝的诗人非常好玩的是 他们只要发现了由哪一个年轻人 甚至说是年纪很小的小孩 只要诗写得不错 很容易就传开来的 而有名的诗人就会去打听 甚至说鼓励她 栽培她 你家主人 是不是长安才女于璇姬啊 是啊 哎哟 住在平康里的女人 不是老宝子就是妓女 我们已经沦落没办法 你家主人是才女 那就为什么 余璇姬年幼丧父和母亲一同搬到当时的妓院聚集地平康里 以替人洗衣为生 当时大诗人温婷渝也就慕名而来 当场以江边柳为考题考余璇姬 没想到小姑娘不慌不忙迎出佳作 脆色莲荒岸 烟姿入远楼 影铺春水面 花落吊人头 跟老藏鱼窟 肢底细可舟 潇潇风雨夜 惊梦复天愁 凭着工整不但用脆色 胭脂 耕老 紧扣柳树风采 湖外边的美景也仿佛就在眼前 那这首诗是他们两个出世的一首诗 那是一首七眼律诗 它里面有很多扣到这个柳树去 去当成主轴去发挥 让它非常肯定余璇姬的才气 但是却有暗示着他们两个中 将遇到别离的这个结局 一诗定情 于璇姬对温婷云既尊敬又仰慕 后来温婷云因故离开长安 他频繁书信往来 以闻念故人 心情上一有什么起伏了 然后他就会写诗给温婷云 温婷云通常也会贺他很多诗歌 或者是说他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又会写给温婷云 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这种唱贺应酬的诗歌也不少 其中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就是《遥记飞青》 飞青是温婷云的字 诗句中写道 除了用华丽感官 当然因为温婷云其貌不扬 他素有温钟馗之称 所以温婷云认为 自己是配不上这个才女的 因此就把这个小女孩 当成是亦师亦友 家与指导 温婷云自知配不上年轻貌美的于璇姬 即使明白小女孩对自己的心意 却依然谨守奋计 最后当起没人 把她嫁给状元郎李毅作妾 命运也从此大逆转 这个于璇姬呢 进了李家的门以后 这个李毅的正式妻子呢 陪侍她的嫉妒心非常强 所以就把这个于璇姬呢 狠狠地鞭打了一顿 然后逐出家门 长安李家女于又为 闲通六年正月假成日 归依三亲道号璇姬 为了避免原配吃醋 于璇姬被李毅藏入道观 当其女道士 李毅带着原配求于璇姬回头 事实上她却狠心抛弃于璇姬 举家迁到扬州 对她从此不闻不问 李毅呢 竟然不声不响地 举家迁到扬州 因此对于璇姬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此呢 从此以后她就放浪行寒 这里很雅致 你是不是觉得太嫩 所以才搬出来学坏作乐 李毅是于璇姬此生最爱 也是伤她最深的人 唯一的夫婿抛弃自己 了无音讯 五十首诗文作品中 大部分是怀念李毅 其中以继李毅原外这首诗 最为经典 剧中写到 一求无嫁宝 难得有新郎 就可以深切感受到 她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 休日 遮落宵 朝春 兰兴装 一休 无家宝 难得 有 几 她的原来的先生李毅 有那么多的思念 其实也有很多的怨 也有一些的恨 会有怨 会有恨 我想就是因为很爱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她其实心中恐怕 最让她挂念的应该还是李毅 诗文中不能看出 她对李毅的惆怅与眷恋 有首诗就写到了 枫叶千枝赴婉枝 江桥掩映木帆池 一军心死西江水 日夜东流无些时 头两句写到 盼望情人归来 却迟迟不见 后两句则是用江水 辟喻无穷无尽的思念之情 其实我的心就像这条流水一样 流水是不断的流动 一直在流动到你的身边 去思念你 对 希望 应该就是希望你也是一样的思念我 那她是写说 我的心就像是西江水一样 这边用到了一个很好的辟喻法 然后说日夜东流无些时 我思念你的心其实永远都不会停止 感情受创 情郎复兴 淑女从此变浪女 余璇从此在道观过着酒池肉林 放浪行骇的女道士生涯 余璇机 整个大汤天下的老百姓都在等你啊 余璇 你这是咋的一个CP计码才对 好 我是郭琪当你CP计码 刚好呢 这个道观里边的住持呢 过世了 所以余璇呢 就自己呢 当起了这个女住持 收了两个侍女 然后呢 就挂了一个牌子 余璇姬诗文厚教 意思就是说呢 等于是这个半仓的性质 我入道门 只不过是想做一个 独立自足的女人 好 好 说的 来 喝一遍 女道观会戴上的这种 引人非议的帽子 最主要是因为 她们把它当作是一种 男女交际的联谊的 甚至说有一种类似 仓妓行为的这么一个地点 这位永道士是荣西世家子弟 平日浅修学道很少出门 这次破例来到平康里 就是为了要见识你这位大才女 在嫌疑罐中 她被客人品茶谈诗 若是遇到英俊可异者 就留俗罐中男女偷欢 性质所致 游山玩水好不开心 春花青月入诗篇 白日清霜是散现 空卷珠连不曾下 长仪一踏 对山眠 写的好工程 这首提影悟停 就是于璇姬在道观中 最经典的诗作 又回归到自己 这种入道以后的一种 生命境界的升华 所以颇有这种影异 超乎世外的这个味道 于璇姬的所有作品里头 我倒觉得这一首是 真的是最符合一个 女道士身份 又能够表现出来 她自己一些特质的一首诗 从女道士变成娼妓 于璇姬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 即使生活糜烂 交友复杂 但在于璇姬心里 仍是出淤泥而不染 盼望着属于自己的 Happy Ending 凌逢心态 落花瓶 方亦千笑又亦春 因为架高人不问 雀缘香善别难清 红莺纸河生故里 翠叶哪堪染露尘 这首诗于璇姬用牡丹 比喻自己价格太高 无人敢问 也很有自信地认为 如果悟患心仪 自己生在大城市中 就会有更好的人赏识 感叹自己的才华 没人欣赏 当然也期待在爱情里 能遇到珍惜她的人 诗风也更浪漫豪放 自己情感上的没有依托 情感上的不顺遂 那对于包含像 对温婷芸的思念 她的夫婿 就李懿 对李子安的一个思念 这一类的作品呢 在她18岁之前 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她一定好寂寞 你说人要是做了神仙 会不会那么飘零寂寞呢 即使感情丰富 但于璇姬仍是 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她写下 云风满月放春情 莉莉迎宫指下生 自恨罗姨演诗句 举头空线榜中鸣 教授诗就是自恨是个女孩子 所以即使有才华 却没有科考资格 当时很流行的是 把诗提在城墙上面 所以她就看到那些 近视纷纷在提自己的诗作 她却是一个女性 她即使能够提诗 却不能经访提名 然后身为一个 就是很有女性 自我意识的人 她觉得这样非常地遗憾 我在怀疑一个独身女子 怎么有能力 在长安城内夜夜升格 是啊 男人都不相信一个女人 可以过独立的生活 而且还过得那么潇洒 即使于璇姬才学过人 但最终 她还是败在她人生 最大的弱点爱情 甚至因此丧命 绿翘 你是不是有身孕了 是不是薄猴的 是不是非亲 是不是永道似的 连是谁的都不知道 因为怀疑婢女绿翘 和自己喜欢的男人思通 盛怒之下 失手错杀 最后因此被判刑砍头 得年二十六岁 但也有学者认为 唐朝霞婢女最不致死 绿翘应该是余璇姬的女徒弟 山水小赌 黃甫梅的这本书 其实从头到尾 没有讲绿翘是她的婢女 而是讲她是女童 童是书童的童 那我看这个文献里面 记载她跟绿翘的 一来一回的那个对话 那个对话显示 完全是像一个徒弟 在向师父回话的 那我的判断就是说 这个绿翘跟余璇姬的 关系是师徒 而不是祖仆 如果祖仆的话 不可能判死罪 你是一个女人 你不是奴婢 到底是哪个男人 把你搞成这个样子 是谁 玄暗箭至今 人为水落石出 当初她在道观中 唱和的大量诗句 也因为文人雅士 帕袖牵连 在她入狱时 就通通销毁 作品大量诗传 最后仅存的50首 大多是写给 夫婿李懿和老师 温婷云 让后人从中一窥 她的灿烂文采 那小一生下来 就属于你们这些男人 我不是这种女人 我 是属于我自己 余璇姬在繁华正茂的年纪 转瞬凋零 她缠绵的情感 与众不同的气度 即使刚烈神秘 却为唐朝星空 增添一抹奇力光芒 修习下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到的是 唐玄宗时代的才女梅妃 梅妃知书达理温柔贤淑 最后却不敌年轻娇艳的杨贵妃失宠了 梅妃想要靠着自己的文采大反击 不过似乎并没有成功 修习下我们带大家来认识这位满腹文采 却是满腔委屈的女孩